好,那剛剛老師接好了之後,您到簡報24頁呢 您可以看到我們的土壤濕度的這個感測器 您進到這邊來,我們現在呢光明就不再用了喔 光明你可以把它丟掉了,LED燈也可以丟掉了 這個當然就不用了,只留LED燈就好,OK 好,只留LED燈,所以我先把它丟掉 好,那土壤濕度在哪裡,它也是屬於環境的偵測 環境偵測裡面有沒有一個土壤濕度偵測 你家一樣先找第一個拿出來 但是我們現在腳位接在哪裡 不是A0嗎?對不對,光明電阻那一個 就是這個,好,先接好了 一樣的,您把燒杯打開,也是顯示文字 因為它偵測之後的數字,我要顯示在這邊 好,所以呢,開始偵測,偵測有沒有 變數不一樣,好,開始偵測 偵測,要把它顯示出來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光明的使用方法都一樣 只是現在原件不同而已 那我就把偵測到的數值秀出來 現在我們就play看看喔 好,然後呢,你把這個 好,我先插電一下 好,那老師呢,如果你OK的 這裡我的好像是哪一台 這一台 沒有,錯台 確認一下,好,那我就play一下 我們先測試看看 現在,看看有沒有抓到那個數字 好,你把它按下去 沒有抓到 所以 好,現在呢,我弄好了 那我們看一下 在這邊 現在有沒有100 那,老師呢,您就可以把你的手 這不會翻到喔 試看看 現在呢 它有偵測到 有偵測到喔 但是呢,因為 我們現在這樣 等於是有通電的 就是說 它 這個數值就是0到100之間 土壤濕度的部分就是0到100之間 你可以摸看看喔 你可以摸看看 這OK的 正常來講,你沒有摸到 應該就會 這邊會是0啦 對不對 你摸看看 你雙手摸下去 應該會變通電嘛 就會變成100 表示很濕這樣子 當然 有嗎 沒有喔 剛剛我正腹筋 有接電導喔 所以那個數字 現在應該這樣有沒有 兩隻腳是分開的 那你手碰一下 這是導電的 所以我的濕度比較高一點 有沒有 有沒有 放開 那因為兩隻手還是有碰到 對不對 如果同一隻手 就會導電 所以老師這樣就可以知道 它那個出來的數值是什麼了 OK 好 直接插到水裡面是一定會變100 哈哈哈 好 那現在是不是用它就可以偵測 我們土壤裡面的濕度 對不對 不過說真的 如果你要很平均的澆灌 那個 插的 就要比較多隻嘛 還有深度也會有影響啊 到底是 浇灌到表層還是到底層 得到結果都不一樣啊 跟你插的位置 跟你插的深度都有關係 好 那這樣這個會動的 這個任務就達成囉 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呢 還沒有插到水裡面的時候 也還沒有插到水泵的時候 我們先來用這個濕度來判斷 LED燈會不會亮 如果過濕就把 LED燈打開 這樣可以嗎 所以您進到我們簡報第25頁 簡報第25頁 剛剛我們好像有學過 如果怎樣就怎樣吧 今天只不過把光明 是不是改成這個而已 對不對 但是還有一個數字 光明的是不是0到1之間 我們這個圖廊濕度 是不是偵測0到100之間 好 所以你這個地方改變一下 那老師可以先來這邊試看看 好 我把這個先停止 好 開始偵測之後 如果如果是屬於基本功能 對不對 基本功能的邏輯丟出來 記得喔 要丟在哪裡 所以要丟在這個執行偵測的裡面 你不能丟在外面 好 那我把這個 否則丟出來 好 如果怎麼樣 條件判斷在這裡 偵測到的數值 如果比較乾 就表示數字比較小 對不對 我就小於數學式 比如說我剛剛是大概二十幾 五十 那 假設我設 40 好了 那我就來準備我的 LOD燈 要亮 或是關 這樣我可以從這邊去看到 到底濕度 的情形 當然你可以有不同的什麼 更多條件的 好 我現在就測試一下 當我現在有沒有小於 只有1 有沒有小於40 燈有沒有亮 你看這裡 燈有沒有亮起來了 我的紅燈是不是就亮起來了 紅燈就亮起來了 這樣 但是呢 當我接觸了 超過40 有沒有燈就熄滅了 打開亮 打開是就熄滅了 像這樣 所以這樣是不是就OK了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元件 它怎麼偵測了 那就只差最後一底路了 把水泵要接起來了 OK 所以你先偵測一下 看看這樣能不能控制LED燈的亮跟面 本身它上面有一個燈號 就代表有沒有通電而已 有沒有 有沒有通電 所以這個是這個燈號這樣 OK